好那創下 剛剛這兩天當然一個非常熱門的新聞就是 我們本來是禁止把所有的東西輸到北韓 可是沒有想到有一艘郵輪在公海上 直接把郵船送到了北韓的船上 跟台灣有關係 我們看到上報 上報今天做了一個獨家的調查採訪 真的跟台灣的高雄有關 這到底是誰把那個郵偷偷的 而且保證是600噸的精煉原油 偷偷的交給了北韓呢 這幾天是一個國際公案 但是上報想說我們國安單位一查的話 原來就是兩岸三地互相合作 然後關鍵的樞紐人物 竟然是一個台灣人 所以整個這個走私網路 這是兩岸三地 是台灣跟中國共合作的 還有香港這邊一起演出了這一場 打臉禁運令的一個事情 這是什麼 我們知道說就是美國最早的時候 在那個黃海的公海上面 發現有一艘船偷偷的運了原油 給了北韓 然後這艘船到了韓國的溺水港的時候 美國就通知把它扣押下來 一扣押下來之後 保證就是這一艘叫做方向勇家 然後這艘船到底是誰的 你怎麼會做違背這個聯合國禁運的事情 竟然敢賣油給北韓 竟然敢就他們一開始講說 他們是登記在香港的一家公司所租用的 而這家公司一查 這家公司是比利恩油品 而比利恩油品又登記在馬哨爾這邊 看起來好像跟台灣沒關係 沒有關係 中共馬上想說這個是台灣這邊的船 然後趕快 是中共把我們抖出來的 去年九月的時候 他們的船還在高雄港那邊一停 就是這個方向勇家 一停就停了五天之久 然後後面在我們台灣的人力銀行的網站上去查 原來這個比利恩油品下面有兩家公司 一個叫做高雄漁業 一個叫做銀財海洋 竟然在台灣這邊 而且是在台灣這邊徵人 叫徵財 就是在台灣這邊徵財 所以你看這個公司 公司業務就是海上運遊 公司的海上運遊 然後一查 最近上報說國安單位查出來 這個人就是那個叫陳世縣的 陳信的一個商人 他是台灣的遠洋鮪魚工會裡面的 一個重要的幹部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的公司 他的作業 他下面有三艘的遠洋的運遊船 我們不是遠洋漁業出去之後 一年半年才回來嗎 他的遊船就是專門在海上運遊 補給他們這些的 所以這樣一扣起來 他以前是做這個補給郵輪的 他就是做這個補給郵輪的 所以這樣一扣起來的話 目前是說他在這中間 是居中 聯絡 仲介和操作 這中間的每個環節 都跟台灣有特別的有關 那為什麼跟台灣有關 會跟中共扯上關係呢 原來這是中共希望外面的勢力 幫忙他做這一件事情 你說中國不方便自己出面 對的 把台灣扯下去 這是華盛頓的自由燈跑網站 公布了一個午夜的機密文件 這個機密文件是 中共中央辦公室文件 保潔他發出來的時候 裡面特別寫的是 中發 中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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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94號文件 然後94號文件裡面 所有的用意就是說 只要金正恩向中國 能夠有明確的保證 他不會再繼續進行核四報 中國會不惜一切捍衛 北韓的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會去協助金正恩穩定他的政權 然後裡面是說 第一個原因是說 對中國來講 在戰略上 他絕對是俄羅斯和中國 最好的一個戰爭的緩衝區 他一定要緩衝區的 其實對於聯合國的禁運令 中國只會做象徵性的處罰 所以他封封那個壓力江大橋 機場停一停 那叫做象徵性的處罰 但是其他的地方 他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後第二條就講得更明確的 中國不限制朝鮮方面 委託一些中介人士 經由其他的中介機關 經由第三地 第三區 取得他們所需要的一些物資 和郵輪人員 所以只要中國不要直接出手 你其他東西我都可以幫你 所以你會看到說 為什麼這一次是從香港 那邊的一個船 然後台灣這邊的中介 這完全就是 只要是朝鮮那邊去委託 不是政治的中國人 在外面的話 都可以去幫你做這些處理的 所以會經由第三地 而這第三地 台灣一直在這裡面 可能都有一些關係在 台灣一直扮演一個微妙的角色 對 而且你看 就是金正恩去視察的時候 他看了那個黃色的一個工具機 這工具機 這個是做碳纖維的 我們知道核彈現在要清 那裡面就要用碳纖維 而這個工具機 在去年5月的時候 在日本被查扣到的時候 還有同樣的類型的 竟然就是台灣做的 所以在2002年 你說這種工具機 現在也不能賣到北韓去嗎 完全禁止 而事實上過去的時候 在2002年 2008年 跟一些做飛彈有關的工具機 發現都是台灣賣給朝鮮的 所以其實中國 台灣有錢在才不管你什麼東西 而且台灣就可能是剛剛講的這個94號文件裡面 最關鍵的所謂的中介單位和第三個地區 好 西米 另外一個請問這件非常關切就是 伊朗的暴動 伊朗的街頭示威竟然從年前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提携 現在已經有20多個人死亡450個人被捕了 昨天晚上的伊朗街頭 惡夜火拼街頭漸血 火光越來越烈了 示威者昨天晚上跟安全部隊進行了巷戰火拼 巷戰呢 為什麼有六個人要到警察局面偷武器 因為他們覺得他沒有武器 結果進去抽武器 啪啪啪 六個人全部被擊斃掉 當場隔壁 當場隔壁 可是你敢去警察局搶武器也太誇張了吧 然後他們開始 這消息傳出來之後他們開始反擊 反擊之後發生更嚴重的事 發生什麼事 一個安全人員 警察跟三個 一個死 三個重傷 好 一死三個重傷一傳出來後 安全部隊進攻就更嚴厲了 結果殺了二十幾個人 其中最可怕 一個11歲的男童 在殺了11歲男童之後 示威的行動就開始放火 對 放火 所以整個街道裡面 你看 現在就是亂成一片了 昨天晚上的伊朗烈焰沖天 烈焰沖天 所以整個情況 你看這種 這是婦女 婦女在這樣子的 婦女都上街頭了 你看這是什麼景象 這簡直是火光沖天 烈焰四起 好 那大家一定問 伊朗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這一次這麼 而且剛才那個鏡頭 特別照女人 因為伊朗先面臨兩個問題 簡單說 活不下去了 有這麼嚴重嗎 他們在經濟成長不是成長的嗎 第一 失業率太高 第二個 物價飆漲 這錢還是被少數人拿走了 對 好 失業率只有10% 12%已經很高了 其中 女人跟青年 29歲以下的青年 失業率超過三成 年輕人沒工作 年輕人沒工作 女人沒工作 好 這不得了 你知道伊朗現在 在貧窮線下的人 三千萬 伊朗八千萬人 三千萬人 這些人 你物價飆漲 我更活不下去了 我一定要站出來 跟你抗到底 有這麼激動嗎 來 我們提幾個線 第一個 伊朗現在到處都是賣勝的通告 這是賣勝 伊朗是允許賣勝的 合法賣勝 窮到這種地步 對 所以他們到處都在貼賣勝的廣告 好 這個讓伊朗很生氣了 這個故事最近被公佈出來了 怎麼了 這是一個 哈維拉是個男的 男的呢 他去找了一個女的 賣勝 這女的賣給他了 好 這個女的是什麼樣 年輕 漂亮 新婚 新婚喔 新婚要賣勝 跟他老公兩個都失業 我剛剛講失業太高 年輕人失業 婦女失業 他就只好把勝賣給哈維拉 好 賣給哈維拉 哈維拉有錢買勝對不對 排斥死掉了 這個故事淒慘打動了伊朗人 他沒有做檢驗嗎 他居然牌子死掉了 檢驗是OK的 但是伊朗醫院裡面 做最多的選擇就是換勝 雖然換勝是很厲害的 但是這樣一個淒慘的故事 已經讓伊朗人不能忍受了 那三千萬在貧窮縣下的人 所以我隨時要賣勝 對 而且你賣勝還讓我死 好 第二個 公民報登了這個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 但是居然伊朗的攝影師 在德蘭西部20公里的地方 這是個墳場 墳場這是石棺 石棺一打開 一整個族群住在石棺裡面 住在石棺 石棺 這變活死人物了 對 變活死人物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他們就住在棺材裡面 而且手這麼黑 有 他們找到了五十幾個人 而且裡面都是年輕人跟幼童 還有幼童 所以他們年輕人無路可走 對 這個事情一公布出來之後 就更點燃了 他們內心裡面這種恐懼 深層的恐懼 它非放火不可了 所以我本來以為說 伊朗這些年來 它的油禁解除了 它的油可以賣到全世界 它現在的國家的GDP 其實是在成長 可是沒有想到它的貧窮的問題 完全不能解決 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 對 而且物價還上漲 注意 現在伊朗最流行的這個東西 東伊牆 因為現在冬天 氣候開始寒冷了 貧窮人沒衣服穿了 現在伊朗到處呼籲 你把你不用的大衣 請掛在牆上 讓貧窮人來取用 衣服都沒得穿 對 衣服都沒得穿 東伊牆 所以這一次的 究竟這個暴動示威 會不會瘋火燎原 伊朗人最怕瘋火燎原示威 我們講的伊朗這幾年 是控制最嚴格的一個國家 最隱密的國家 它完全不跟外面互動 可是沒有想到這個暴動 從12月27號一直到今天 都還沒有停滯 對 各位看 這是巴勒威時代 阿拉伯世界的婦女 你能夠想像嗎 然後她把這個西方的 爵士樂都取了 你看 阿拉伯世界 伊朗 巴勒威時代伊朗 可以瘋華到這個地步 為什麼 因為它有最好的油 它的油是甜的油 我告訴你 它是全世界最好的油源 甜的油 注意看 它是吸的 吸的 它運送比較方便 那個濃稠的油 運送起來非常不方便 所以它不用再提煉了 對 它不用 它是全世界最好的甜原油 好 它因為有甜原油之後 它把整個伊朗建設到 注意看 各位一定要看這張照片 你能夠相信這個是阿拉伯 這是以前的伊朗 以前的伊朗 你有相信這個女生 風華萬種 她是以前阿拉伯世界的女人嗎 你能夠想像到伊朗的女人 是這個德性嗎 為什麼 因為巴勒維有錢之後 讓人民整個解放 婦女也解放 西方文明全部弄進來了 西方的音樂 西方的舞蹈 什麼都來了 但是 我現在照片上看 都是以前的伊朗 對 伊朗人 其實是很懷念巴勒維時代的 我們那個時代 那種風華的時代 還能不能回來 所以他們現在 當貧窮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想像 以前的時代要重新回來 好 那是 接著我們告訴我們一個 日本間諜的故事 日本一個間諜 居然為了偷一把鑰匙 這個鑰匙裡面 被證為有一個巨大的寶藏在後面 他居然在那邊待了20年 對 寶傑你知道 在中國歷朝歷代 有所謂八大銅墊之稱 八大銅墊 它就是說我們中國的建築 它其實都用木頭 要不就石頭做的 這八大銅墊是全部用金銅打造 完全是銅 八大銅墊通往在哪裡 在佛教雲山最多 武台山 鵝眉山 武當山都有 但有兩座是皇家的手筆 是乾隆皇帝做的 所以有天下 都乾隆做的 對 兩座 有一座在頤和園 一座在哪裡 在成德避暑山莊 成德避暑山莊 這一個 你可以看這個圖片 這個叫中淨閣 全部都是金銅打造 全部都是金銅打造 而且它是天下第一銅電支撐 為什麼 它除了最精緻 規模最大 它重220噸 以外 它是天下第一神奇的銅電 為什麼 剛才講其他七座銅電 我如果要拆 我就把它拆開 你知道 那個頤和園寶英格 也是用銅做的 它那個窗戶就被拆掉了 窗戶前幾年被拍賣 被人家偷走了 拍賣 一個窗戶賣多少 20萬美金 一扇窗20萬美金 對 那這是天下第一 它這個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你如果要把這個窗戶拿下來 要把這個門拆下來 你拆不掉 它整座是用卡榫 你卡著我 我卡著你 等於說卡來卡去 把這個整個結構卡起來 包括這個屋頂 屋簷 躲拱 全部都是 你說除非我把它破壞掉 否則我要完整把它拿下來 是不可能的 對 那它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剛才講的 有一把鑰匙 它當時在設計這個銅墊 為什麼神奇到這種情況 它設計好以後 它有一個 裡面有一個像銅座的鎖 所謂一個鎖孔 鎖孔你必須有一個鑰匙 就是那個方杖在 保持在方杖身上 方杖保持這個鑰匙 如果那個鑰匙把那個銅扣 打開 打開一扇 它裡面會有一個卡榫 會先鬆開 鬆開以後 你從那卡榫第一根拿出來 第二根拿出來 你才有辦法把這整個 所謂的銅墊拆解掉 要不你怎麼拆你都沒辦法 所以它是一根解決所有的問題 對 那因為它是在 承德山莊的朱元寺 朱元寺就是一大片 那個活教建築裡面 所以它保持在方杖身上 當時在1930年代 日本人就看上這個銅設 太精美了 1931他們918事變 就打到那個東北這邊來 所以聽說樂和這邊有這個銅墊 他們說這個銅墊我如果把它拆掉 印回日本 以為可以做武器 要賣古董什麼都好 結果你知道 他聽說有一把那個鑰匙 才有辦法解得開 你不可能整座斑 220噸 而且你印才就把它拆壞掉了 對 日本當時派了一個間諜過來 叫長谷穿衣 這個長谷穿衣 它還化妝成 假裝成那個 假扮成那個喇嘛 喇嘛 喇嘛 進到這個所謂銅墊這邊 他叫朱雲氏 朱雲氏的方丈 跟朱雲氏方丈討論活化 在那邊埋伏了13年 待13年 在那邊一直跟他討論活化 討論什麼 13年很長 對 那一直要打散這個鑰匙的下落 結果這方丈叫索洛木 索洛木他口紅很緊 他怎麼打死都不講 後來這個長谷穿衣 想軟得沒辦法 騙也騙不到 但是這軟的13年也太長了吧 對 那乾脆我就硬來 硬來他就把這個方丈索洛木 抓起來 抓起來用拷打 他說打了兩天三夜 兩夜三天 打了兩夜三天 所有原型全部用盡 酷型全部用盡 方丈還是不說 不說鑰匙在哪裡 不說 對 後來長谷穿衣沒辦法 就乾脆把他那個 整個豬岩市裡面那些喇嘛 幾十個全部抓起來 全部把他壓在地上 每一個人頭上就一把五四刀 說你講不講 你不講我就把這些全部殺掉 太無恥了吧 對 那索洛木後來沒辦法 沒辦法說好 不別人的生命來威脅他 對 那索洛木說好 那沒辦法我帶你去取吧 結果就帶他進這個銅殿 進這個銅殿 以後這個索洛木 一看他沒注意就啪 一頭去撞那個銅柱 撞死在這個銅殿裡面 撞死在這個銅殿裡面 這個沒辦法拿不到了 所以鑰匙就從此再也沒有 不見了 對 不見了 後來是到1944 1944日本關中心侵入那個熱河以後 看到這個銅殿 以前要這個鑰匙要不到 我現在乾脆用炸藥整個炸 結果用炸藥把這個 所謂的這個天下第一銅殿 對 中進閣把它炸開 炸開以後 它就變成很多零件 泥泥散散 泥散散 他們就把這個銅殿 所有的那個零件裝成26大箱 三十大捆 還有五百多件紋物 直接印回日本 印回日本 所以這個銅殿現在 你可以看 它現在剩的樣子 剩的樣子大概只剩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 它被炸開以後 只剩這個銅殿 只剩雞座了 對 剩雞座而已 剩雞座也很可惜 那裡面現在還好是有紋物 裡面的紋物找到三個 找到三個是這三個 一個是銅殿裡面那個牌匾 這個牌匾你放大可以看 這邊叫海長齒輪 這個是乾隆皇帝的手筆 為什麼 你看旁邊 這邊是用九龍 九條龍框起來 那這兩個是吊在牆上的那個 這個都是銅座的 這個不是木頭座 這個也是銅座的 對 銅座的 那這個是等於一種掛飾 掛飾類的像銀簾 現在找到的這三件 這三件為什麼要找得到 它不但是外面都有桶 它裡面的東西也都桶 你看得到的東西全部都是桶 這三件是因為1927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金髮 土金髮 叫那個湯玉琳 湯玉琳當時主管樂盒 他當時有看到這個 這個裡面的文物很好 結果把這個東西拖了 拖了以後在瀋陽 他自己家開飯店 把這個東西掛在 他那個瀋陽飯店的外面 他說這個可以保持 保持自己吃飲保態 結果沒想到他後來是死得很慘 這些你知道到1920幾年不見 到1975考古邪家一直根據線索追 一直追到後來瀋陽那邊 才把這三件取出來 所以現在整個天下第一銅電 您看到的真場的文物 只有這三件 現在北半球進入了一個 極動狀態 而這個極動狀態出現很多 特別的景象 我們看到這個在中國的遼河 規模只有說在貝加爾湖 才會出現這樣的援兵 可是沒有想到 現在在遼河出現這個更大 更圓的冰出來了 美國最夯的連續劇 冰與火之歌 最有名的句話 寒冬將至 沒想到 欲言成真 寒冬來了 而且這個寒冬 創造了很多人類以前 沒見過的現象 我們要一一給大家看 最可怕的第一件 就是在元旦的時候 沈陽市的遼河 元旦出現的 對 遼河上面 元旦出現了一個圓的冰盤 這個圓冰盤 對 這個圓冰盤 注意 它會轉 對 它不斷轉 而且它是 人還走上去 對 順時間轉 而且很大 多圓 你看到沒有 這從空拍上去 當它出現的時候 當時人家以為 這是外星人弄的外星飛盤 等到人慢慢來看 看了之後 當第一個人一腳踏上去試探的時候 沒事 沒事 而且還很厚 而且還會轉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走上去 走上去之後 它可以承載 注意喔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它會轉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是浮動的 但是它為什麼會出來 可是人站上去 連傾斜都沒有 連傾斜都不會傾斜 這麼奇怪 它這是從高空來看 我現在看到那個黑點是人 用人來作為對比 你就知道這個圓圈有多大 它不但大 而且非常的圓 而且它會旋轉 如果你會旋轉 是浮動的人站在上面 為什麼又不會傾斜呢 對 所以這個圓盤非常非常的詭異 當然這個專家說 是因為它剛好在河流的轉彎地方 那轉彎的河流去沖刷的時候 它被切割下來 那以前遼河有這個東西嗎 沒有 以前遼河從來沒有這個東西 不要說遼河沒有 跟它一樣緯度的 從來沒出現過 這樣子的冰盤 這世界上第一次 都在緯度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地方 從來沒有在遼河這種地方 出現了這種奇異的冰盤 而且你看 這冰盤非常非常的圓 圓得讓人驚心動魄 好 除了遼河之外 我們來看看美國 美國什麼了 美國居然在南達科他州 南達是南方 南方出現了零下36度的氣溫 零下36度 對 美國到現在 你看 它困在車裡面出不去 要把玻璃打 你看這個 哇 它在清屋頂的血 棒 你看到沒有 前面的打了它 美國現在變成這樣子 那麼已經有九個人凍死了 九個人凍死了 美國有九個人凍死了 對 美國現在已經創下了 他們有史以來 所有的冰凍的記錄 這都冰雪 這都冰雪 你簡直不敢 這是縮時攝影 好 這裡已經到水 可以到河裡面去了 好 美國現在各式各樣的 這個奇景 全部讓你無法想像 那美國人把一個停車場 縮時攝影 你看你晚上把車停到這邊 對 這是晚上停上去 對 晚上停上去 然後開始下雪了 好 這是晚上的 燈太亮了 就第二天早上來 每個人都 車都不見了嗎 每個人只做一件事情 殘雪 去挖雪 找自己的車 找上來 那雪真的壓得也太快了 對 這代表說 一個晚上居然大雪啪一下 你想想看 一部車子大概有多高 大概150公分大概是有了 150公分有了 那這個雪把車子全部覆蓋住 車不見了 車子就不見了 那這樣子造成美國現在出現 兩個大問題 什麼問題 第一個交通問題 交通似乎平傳 幾車連接 棒棒棒棒棒棒棒 車都撞在一起 我告訴你 最慘是紐約水流程的公路上 出現了一個空前大規模的車禍 幾車 它沒辦法殺住了 它只好橫移以後 就連環撞 就全部撞在一起了 然後還有一個 第二怕 第一怕車禍 第二怕 火災 我告訴你 火災你看 消防員身上全部都結冰了 還沒完 他們去消防栓一打開 出不了水 消防栓都結冰了 所以美國 而且你看這個水一噴出去 全部都變成冰 所以美國布魯克林發生了 由上週最大的火災 居然有9個人燒死 這一次23人被燒受傷 車禍頻傳 火災最怕 好 那創下 我們先看到整個位班 就要進入一個急凍狀態 但你為什麼這樣說 這個急凍狀態 美國的科學台居然掃到了答案 竟然跟北極的極地烏旋有關係 美國現在這個急凍狀態的保險 不只是人受不了了 他們叫做末日暴雪 而這樣末日暴雪 是連在極地裡面生活的動物 都已經受不了了 極地動物都受不了 受不了 你看這個你知道 企鵝是長在南極那邊的 對不對 就是加拿大的公園裡面的 這些企鵝的保險 因為它一降 降到了零下40度 那零下40度 企鵝就算在南極的話 現在的那個阿蒙森 史考特那個基地 都只有-16度 所以企鵝發現說 他也從來沒有活過這麼冷的天氣 你說企鵝受不了 企鵝受不了 所以企鵝都跑到那個 動物園裡面的山洞裡面 洞裡面去躲起來了 企鵝不出來了 企鵝不出來了 然後那個海豹 保證它是遺跡要回到水裡面去 對不對 但是那個冰面一結合起來之後 海豹突然一看 茫茫的一片 有事故茫然 事故茫然 它根本沒辦法進到冰裡面 進到水裡面去了 回不了家了 因為整個湖面鑽它想 那個海豹都沒想到的速度之下 全部都結成冰了 所以舊爛人員 我沒有辦法進到水裡面去 還要開始努力的在這邊敲冰敲冰 想要打一個洞 讓海豹能夠從這個洞裡面 鑽回它的水裡面去 我還幫你找一個入口讓你進到 不然它連逃生 都已經沒有地方逃生了 然後你知道狼 它叫做荒漠孤狼 事實上它在很多雪地裡面 也可以走來走去 可是人家冷了 你看這張照片 這個荒漠孤狼竟然 已經變成雕像了 一冷了之後 是狼 狼就已經在結凍的站在這邊 就變成是一個荒漠孤狼 事實上美國這幾年 這種急凍狀態有很多 也曾經看到 阿拉斯加人兩隻迷路 正在打架的時候 不小心一個急凍下來之後 掉到水裡面去 直接的就封在水裡面 被封在水裡面 有狐狸 在那狐狸要去抓魚的時候 也直接的就凍在這個水裡面 所以現在這個急凍 狐狸也是被凍在水裡面 狐狸也是被凍在這邊 然後真的就是一冷下來之後 這個迷路也是 迷路也是兩隻 就還有另外一隻也在裡面 一下子冰著 他手腳都不從伸展 他就非常快的冷凍 冷速就過來了 為什麼是這樣子 科學家這幾年一次研究 終於找到原來是一個 非常可怕的叫做炸彈氣旋 炸彈氣旋 炸彈氣旋 最近正好在休斯頓東邊那邊 有一個炸彈氣旋 而這炸彈氣旋 它的犀利極強 它竟然把極地的斡旋 直接從北極那邊 突破了那個噴射氣流帶 一衝 就直接的一下來 就衝到了美國東北部這邊 什麼叫炸彈氣旋 炸彈氣旋是一個很奇特的 就是溫帶裡面 才會產生一個氣旋 它一轉起來之後 它會突然之間 快速的氣流旋轉 而氣流旋轉 它的整個中心氣壓 會跟周圍的大氣壓一降 降100% 200%左右 所以它的壓力很低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個超強的 一個像吸塵器 一個吸力機 所以它中間是很空的 一吸的話 外面的氣流就要全部的 被它給直接吸了進來 北方的冷氣就直接這樣收過來 那收過來的時候 因為直接從北方這樣 直接殺過來 速度非常快 所以他們稱為這個叫做 殺手寒流 而這殺手寒流 一經過五大湖區的時候 水氣通通被帶上來 這叫大湖效應之下 所有的血就變得特別的多 但是多的時候 它往南一打 經過中西部就沒了 炸彈氣旋 剛好就在美國東部一行程 所以你看它一彎 又直接的轉了上去 所以這最冷的空氣 就直接的這樣子 在美國這邊打一個勾 然後打一個勾之後 所有的地方都是零下二三十度 甚至到四十度 甚至於冷到了現在的程度是 連佛羅里達都會冷的下令說 學校停班停課 好 順順 當我們在談到港口的時候 你會想到的是在海岗 可是沒有想到 中國大陸有一個非常大的野心是 要在距離海岸最遠的地方 設立一個內陸的集散港口 它的一帶一路 數綿延數千公里長 我就要靠這個港口 就在哈薩克斯坦 作為中心的集散運輸之用 這紐約時報特別講說 中國雄心勃勃 要在它的歐牙鐵路的中心 哈薩克這邊一片荒蕪之地裡面 蓋一個新亞洲最大的內陸港 為什麼叫內陸港 因為它離最近的海洋 都有2500公里 但是它會是將來歐牙鐵路 一個集散中心點 剛好在中心點 剛好在中心點這邊 而且中國是說它不惜億萬元 通通把它打成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內陸港 它不惜幾兆幾兆都要花去 對 它原來是一片的荒蕪 但是已經有1200個工人 開始進去進駐建設 而且要將來建的時候是 將來在這邊工作的區域的人 就有10萬人 要變成是一個港口鎮 通通把它移到這裡面過來 然後不但如此 它為什麼要選在這個地方 因為中國打算從 將來從浙江義烏到倫敦 只要18天就可以經過 然後這裡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中繼休息站 如果你現在的其他地方 走海運都要40幾天 所以中國要用這樣子搶下 歐亞一體哈薩克為中心 而在這邊它不但如此它還要蓋很多 因為這裡面其實是很北方的地方 有時候溫度會驟降到零下-40度 所以中國講說這邊很多貨品要集散過來 如果你驟降到零下40度 那是很難的 所以中國不惜種之 會跟他們建恒溫的倉儲 所以就把它通通東西 你就可以真的送到這邊來 以後歐亞就透過哈薩克這邊 成為最重要的一個中心站 所以你看到現在 一個個的鐵路 車站 馬路 城鎮 通通都是中國出資要蓋 所以在那個廣漠的地方 荒芜人意的地方 它竟然變成了一個 未來最大的內陸港口 是的 因為中國就想說 從這個地方以後 它就可以控制亞洲 控制歐洲 所有的貨運一樣 哈薩克就為一個中心點 可是這個地方 卻也是全世界 曾經最悲慘的一個地方 什麼叫最悲慘 而且你看哈薩克 其實是全世界被原子彈轟擊 最密集的一個地方 它在當年的時候 蘇聯就選中這個地方 當為蘇聯的核彈 氫彈的 一個試驗場 所以它這邊出來的畫面 你看在短短的幾年之內 40幾年之內 炸了456次 而且其中有150 多少是 456 456次 在這平均是每22天就炸一次 有時候蘇聯炸的時候 是炸到狂了 他是曾經有個少婦 住在他附近30公里的多榮村 他說他印象中 記得是清晨看到一次殉壯雲 傍晚又看到一次殉壯雲 一天就給你炸了兩次 1954年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叫做雪花行動 雪花行動是什麼 他要試驗的是說 如果說我把這個核彈 當作我一個攻擊的時候 不是炮火騎射嗎 部隊就要衝鋒前進 所以他就動員了 4萬5千個軍隊 300架飛機 500輛坦克 600門火炮 直接就在整個爆炸方園外 13公里的地方 坐好佈陣 所以你會看到他出來的畫面 當時的歷史紀錄畫面 他們在地面上挖了很多戰壕 然後大炮 火炮 加農炮 統統都部署好 然後部署好之後 就像是整個在在 剛剛知道凌晨拂小攻擊一樣 所有人穿著衣服 穿著鋼盔 就在裡面等著 然後等著之後 蘇聯有給他們的是什麼 一個防毒面具 然後身上其他的 他們也想到說 這爆炸已經試了幾次 是有一些威脅的 所以把錢給他們多加兩件背心 兩條內褲 三條的綁腿 認為這樣子就可以防護他們 沒有其他隔離設施 沒有其他隔離設施 就直接的叫他們就進去 進去之後 就開始帶了一顆 是兩倍廣島的原子彈 從高空這邊就 你看保安這些士兵 蘇聯的巨人 蘇聯軍人當時他們完全就是 河暴之後就往前衝 對 完全在河暴之前 都衝著手在那邊 看著前方 只是叫你說要爆炸的時候 這個命令 頭低下來 眼睛不要看 然後河暴就從空中 就直接丟下來 在地面70公尺的時候一炸 炸了以後 大概45分鐘之後 指揮官就下令全部衝鋒 全線發動攻擊 所以坦克車直接的往前挺進 他的火炮直接立起來就往前打 然後那4萬5千名兵隊 就開始往前衝衝衝 要直接的衝到那個核心中心去 說我就佔領了 將來就是他佔領柏林的 一個戰場演練 沒想到這樣子一次實戰演習 結果蘇聯的官方還不滿意 所以到了兩年之後1956年 他們做出了第一顆氫彈的一個預備的 還在殺火炸彈之前 他就想要研究一下 氫彈的威力怎麼樣 我們能不能更快更猛 所以朱可夫呢 他就根據1954年的實驗 雪花行動裡面他說 我認為光靠步兵踏進太慢了 所以應該是當他在高空100公尺爆炸的時候 15分鐘之內 我們的直升機 我們的空降兵 應該就可以挺進距離中心450公尺的地方 所以那一天他們在清晨一點的時候 272個空降特遣隊 坐在4架米4的直升機裡面 沒有人告訴他你現在在做什麼動 然後就跟他講說你聽到爆炸叫你轟擊的時候 你們就向前衝鋒 有爆炸真的是一炸下來之後 15分鐘之後他們的直升機就起飛 飛到離整個引爆點650公尺的地方 空降下去 跳下去 那目前為止到底還是 核爆點 核爆點就直接衝下去也是空降 而且他們的裝備也是防毒面具 加上兩件背心 兩件內褲 就這樣子衝了進去 對四官兵都是如此的完全沒有保障了 那一般老百姓就是更慘更慘了 怎麼樣更慘 因為當時他們去訪 他們在離30公里 美國在那個內華達州州 或是在那個馬少尔群島站 人員至少附近都會疏散 他這裡離最近的30公里之外 一個叫多榮村 從來沒告訴他們說 我這邊有核四爆 會有核不是核無人 你們要撤走 完全沒有 只是告訴他們說 我們要進行一次軍火演練了 你們記得把你家裡的瓷器 把你家裡的玻璃通通給收好 因為可能會被震爆 然後千萬不要用你家的烤箱 他們說了一個意外是什麼 他們炸下去之後 他們也沒想到 居民也沒想到 就一炸之後 那個多榮村800個人 通通都有核污 這都在哈薩克 都在哈薩克 就在那個最近30公里的多榮村 然後後面剩下來了很多 你就看到有連在一起的機型河 然後有那個整個 你看到右下角那張照片 根本看不出來 它是什麼 它是人還是什麼的一個產生的小孩 但是蘇聯沒有說這些東西 覺得自己應該去檢討 他們覺得這是重要的物資 他們還把它泡在駕馬林裡面 還去當研究 當成研究 所以你看現在 還有這樣的一個哈薩克核爆之後的 整個機型河一罐又一罐 一罐又一罐 就是那邊當時核爆所產生的機型河 他們就把它特別的放在這邊 蘇聯還要去記錄它 然後還不止如此 蘇聯當時在炸的時候 他也沒想到說 這個核爆會跑到多遠 所以當時那一次 除了要30公里的多榮村 800人全部收攔之後 氣流他們也沒去算 所以事實上後來資料出來 一下子延伸到500公里 所以這500公里這個地區裡面 都受到了核污染 所以後來有人去調查這群人的時候 發現最特別了 這裡的人 歷癌率是比一般的蘇聯 高了15%以上 而這個15%以上更特殊的是說 通通集中在60多歲 也就是那次核爆裡面 所留下來的後遺症 通通還在他們的身上 而蘇聯到了1989年 蘇聯解體之後 就說哈達克人停止了 好像說就從來沒有了 所以中國就寫進去做一個內陸港 可是真的沒有嗎 最新的去年 在9月的時候 就發現了那個核輻射的一個觀測站 現在還有 結果竟然發現說 竟然在那個地方 保潔在旁邊的達達共和國 竟然它的一個放射性物質超標986倍 而這個氣流你看左邊的那個圖 從那個中亞這邊 你說從這邊 還漂到這個地方來 直接到了歐洲 一直到了最南邊的意大利 通通都有這樣一個986倍的核污染 所以很容易懷疑說 是不是哈薩克在達達共和國這邊 還有很多秘密的核四報 還在進行之中 好 社長 我們就看到了一個紀錄片 叫奇地 奇地講的是西藏的故事 裡面有一段是藏要 我看到以後本來講胡說八道 他說藏衣怎麼平端 你的身體好不好 從你家旁邊的石頭 來判斷你的身體 說我希望你也太鬼扯了吧 可是我看完以後 我竟然相信了 對 保潔中醫很奇妙的是 以前講說把脈 把脈 有一種很奇妙叫懸屍把脈 這已經夠奇妙了 但西藏更厲害 西藏最神奇的地方 是他有一種西藏的藏衣 他在把脈是用什麼 用石頭把脈 我不要看到你 保潔本人 你跟我住的地方 差個十萬八千里 我在你家外面撿個石頭來 我來看那個石頭的顏色 它的整個造型 它的種種 它的濕氣的輕重 我可以判斷你保潔 你現在患了什麼毛病 然後我可以看藥治療 這也太胡說八道了吧 看我們家旁邊的石頭 它怎麼能夠判斷我的病情呢 對 它神奇就在這邊 所以央視特別去拍了一集 叫極地 去極地 但是在藏北地區的一個 一個算是藏衣 藏衣 這個藏衣有兩 它是石頭兩個人 這個老的這一個 這個老師 叫瓊豬 那這個他的徒弟叫中豬 當比本來是很廣大的一個地方 而且人員很稀少 所以他們醫生經常要去問 出去看診 但有的地方太遠 你實在走不到 或者說我今天去到這個地方 A地 那B地又有一個病傳染怎麼辦 沒有辦法人過去 他們就發明了一種叫石頭把脈 用石頭來把脈 石頭來看診 對 那這個央視去拍的這一集 他裡面就看到一個什麼 當時那個藏北地區 藏北地區有一個老人家 老婦人 68歲 68歲 他們去拍的時候 這個68歲的老婦人 是躺在床上 他的徒弟這個中豬 中豬就跟著這個 央視的記者去看 看這個老婦人躺在床上 他粗略地問了一下 幾歲 68歲屬豬 哪邊不舒服 腸不舒服 胃不舒服 有嘔吐感 最重要是前身四肢都冰冷 前身四肢冰冷 然後肩膀跟腳這邊痛到不行 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在醫院 醫過 有 這一連來在醫院打點滴打了一連 沒辦法 打點滴沒用 沒用 對 然後這個很奇妙的事情就來了 中豬 這個中豬 你看這邊有一個畫面 中豬就跟他講說好 那我現在扶著你 你慢慢走 不是要走遠 從你家出門往北走九步 走九步 然後走到九步之後 你看這個影片他就拍他們兩個 出來那樣子 走九步往北 一定要往北 一步 兩步 三步 這樣走 走九步以後 彎下腰來 在你伸手可擊的地方 隨便 裡面可能你伸手可擊 可能有四五顆石頭 他就隨便挑一個石頭起來 剪一顆石頭給他 剪一個石頭起來 對 然後這個石頭挑完了以後 這個中豬就把這個石頭 稍微抹一點點梳油 然後用那個棉布包起來 騎著摩托車 奔回找他的師父這邊 因為他的功力還沒有辦法 叫這個石頭拔賣 拿石頭給他師父看 對 他師父後來接到這個石頭以後 就開始看 看了他就開始在問診 他說這個石頭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它呈那個淺綠色的 淺綠色 他說因為這個淺綠色的 而且摸起來潮氣 他們叫濕氣很重 所以他說他這個環境裡面 太潮 太濕了 太潮濕了 他的關節的肩痛 膝蓋痛 痛到沒有辦法站起來 然後腸胃又不舒服 他說他這個石頭 因為是淺綠色了 所以他判斷他這個地方 他的飲水有問題 水有問題 飲水不乾淨 對 飲水不乾淨 然後他這個老婦人 喜歡吃生人的東西 生人的東西吃外 他們怎麼知道他知道生人的東西 對 所以他可以從石頭顏色這樣判斷出來 跟石頭那種水氣 他竟然看得出來 他在判斷這個石頭的時候 他的徒弟跟央色人在旁邊看 並沒有告訴他這個老婦人的症狀 他就從這個石頭看 看了以後跟剛才我們這個 說他那個徒弟 在聽那個老婦人祖述的一個病情 病狀 幾乎一樣 幾乎是一樣 你說這個紀錄片把這個老婦人講的 跟這個講的幾乎一模一樣 對 所以你知道他就問診出來 以後他就判斷你水質不乾淨 還有吃生人 吃東西 所以頂著血液循環不好 血液循環還有經脈不通 經脈不通 所以說好 那我就可以來下藥 藥魚怎麼樣 他們去藏別 藏別這邊有一個湖伯 叫聖女湖 聖女湖 聖女湖他是在藏別高原上 所以他冬天的很冷 你看他們去的時候 那個東天這個湖整個結冰 那他們要去挖 他們帶一個像那個小敲 那個鹽敲那個東西 去敲這個冰塊 你看他這個失誤窮出就很厲害 他可以在冰塊表面 徒弟還看不出來 他可以看到冰塊表面往下看 一點那個很透明的那種顏色 他還看 看裡面有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要找 那個其實是什麼東西 你看藏別高原以前是在海底的 所以他是地殼台生 藏別以前在海底的 對 台生以後 所以他有很多海底生物的化石 是 那就在這個狐狸院 他就會有以前古代的 遠古時代的那個 海洋生物的化石 他現在在找海洋生物的化石 對 海洋生物的化石 所以他們就找 你看他這樣敲開以後用手去摸 而且他們很 知道這種藥材很珍貴 所以他們只 我這次要治你的病 好 那我只摸幾塊去好 他不會很貪得無厭的全部 而且他們要看 你看他拿起來這塊石頭 他像一根一根空的管子 這個瓊珠師傅就在講說 這個管子其實是以前 海底生物的那個藏牆 槍場 他還可以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對 槍場 所以它變成化石會像管子一樣 空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治他腸胃的 然後他又找了幾塊 像白色的東西 總共找了四五塊而已 然後才帶回家 帶回家因為他要把這些東西 他其實就是化石 我們講說藏衣有用植物 用礦物 他最快是用礦物跟化石 對 他這個主要就是用生物化石 然後加幾種礦物的東西 下去開始煮 煮好了以後 真的有效嗎 對 煮好又再開始垂 煮好又晾乾又再開始垂 垂了以後你知道 他分成五天份 這五天份再叫瓊珠送去給老婦人 是 央視在旁邊拍這個影集 這個老婦人 前面都打了一點點地壓沒辦法好 吃了他這個東西 治好 誇張了吧 對 腸胃也好了 筋脈也通了 也可以走路 所以你說藏衣 它很神奇的一個地方 我們講石頭把脈不可能 但它不但可能 它是給你看 所以我是其實從石頭 來瞭解你家的居家環境 從你的居家環境 來瞭解你有可能什麼樣的病症 好 那孟然 剛剛講到天下 我們非常奇特的事情裡面 還有一個在亞馬遜森林 在亞馬遜森林大家很想 現在很多的藥 星藥中間有將近三分之一 它是要從亞馬遜森林裡面 去找藥種 對 的確 亞馬遜森林 其實我覺得是地球上 最神秘的一個進去 因為第一個你知道 你特別從那邊回來的 對 因為如果像我們兩個 如果任何一個人進去 沒有當地人帶來的話 你大概這一輩子 你都走不出來 對 因為亞馬遜森林 實在太複雜 太茂盛 那也是因為這樣 你知道它對人類的貢獻 我覺得實在是非常的大 第一就是我們三分之一的 它的氧氣其實都來自於 亞馬遜森林 那再來就是 就像寶傑哥講的 其實現在我們所吃的藥物 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 現代藥物 全部都是從羽林來的 像你現在看到這一個樹 這樹看起來好像也沒有什麼 太特別對不對 跟一般的樹沒什麼兩樣 但其實這是他們的救命樹 這什麼 因為印第安人他們在羽林裡面 他們平常所有的食物 都是要靠自己的雙手 所以他們要去打獵 那一打獵的時候 其實就可能會受傷 那受傷流血的時候 寶傑哥你知道在亞馬遜森 是什麼都沒有 沒有優點 沒有人工皮 沒有紅藥水這些 那他們怎麼辦 那我怎麼止血 這棵樹就是他們的止血救命樹 這是止血樹 對 這是止血樹 他說當他們受傷的時候 或者是說就是女性 比如說在懷孕生產的時候 會大量出血 這時候他們就會把這個樹皮 像這樣子把它削下來 所以你看到這棵樹 其實樹皮很多被削過的 這棵他們就會拿這個樹皮 然後去泡水 喝下這個樹皮水 就止血了 是假的 對 我也會講說真的假的 可是後來發現 怎麼可能說我把這個樹皮 煮一煮 我喝下去以後 我的血就止了 但是因為印第安人 他們在叢醫裡面 是絕對沒有醫院的 那他們所謂的醫生 其實就是用這些草藥 好 接下來我要跟你講 更神奇 你看到這棵樹 是止血救命樹 再來就是像剛剛 我訪問這個女生 她其實就是印第安的原住民 她是巫醫嗎 她有一些巫醫的知識 然後像譬如說 她現在看到這棵樹 這棵樹長得很奇怪 好像這個樹幹上面 全部布滿了小石頭 對啊 然後我想說這個石頭樹 到底有什麼作用 她說這個石頭樹呢 石頭樹可以讓你的腎結石 自然地排出來 太胡賴了吧 我當時也是這麼想 但是她告訴我說 她的確 因為她自己有腎結石 後來她自己這樣好的 對 她們就是 也是用這個樹幹上面的石頭 然後拿去泡水 然後喝幾天之後 她們的腎結石裡面的 就是腎結石主要是因為 有小石頭 有蓋 對 然後 所以後來她就會靠這個水 然後她就排出來 自然排出 當時我會覺得說 這些東西到底是不是真的 對 來講太神奇了 對 太神奇了 然後因為接下來她又看 又找了一棵樹 然後告訴我說 這一棵樹的乳汁 樹會分泌一種乳汁 這個乳汁是可以防癌的 然後我想說天啊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這一棵 她說是防癌樹 因為這一棵樹很特別 它會分泌一種樹的乳汁 她說只要吃這個乳汁 那它可以治療癌症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問了 很多醫學的專家 結果 保濟哥 你知道嗎 這是真的 原來現在很多防癌的藥物裡面 真的就是從亞馬遜雨林的植物的乳汁出來的 好 你看到這個白花牛角瓜 它的乳汁是具有抗肝癌的成分 就是肝癌 對 然後那這一棵叫綠玉樹 綠玉樹的乳汁 它可以抵抗胰臟癌 那另外像這個叫紅葉之丘 它更神奇的 它的乳汁可以抵抗大腸癌 直腸癌 子宮頸癌 還有淋巴癌 你說這個是現在正式的 這些都已經被現代醫學已經證實了 所以也用在我們的藥物裡面 而且你現在知道了 亞馬遜的生理裡面 有很多東西真的讓你探為觀止 真的探為觀止 像譬如說我們在之前 其實十八 十九世紀就開始了 像治療 瘧疾的奎妮 金金納樹 這也是出自於亞馬遜 然後那我們在這一次的雨林探險面 也看到了金金納樹 然後那再來就是呢 你知道除了這些醫藥之外 我們現在現代藥物四分之一 都來自於亞馬遜 我們在亞馬遜雨林裡面 還會面臨到一個非常危急的狀況 就是你知道 因為它非常潮濕 非常炎熱 所以你會大量的脫水 我們所有的礦泉水喝完了之後 沒水喝 然後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一進去 其實就會一個大迷路 然後你根本沒有辦法靠近河 你也不知道河川在哪裡 這時候他們就說沒有關係 他們現在找一個救命的藤蔓水 你看到這個印第安人 他就抓一個藤蔓 然後盤盤 滴水出來了 結果裡面充滿了水 他說他們 藤蔓裡面的水這麼多 藤蔓裡面 而且是獨有特有的藤蔓 這不是每一種藤蔓都可以 是有一種叫水藤蔓 你說只有他們可以分得出來 對 只有他們可以分得出來 因為對我們來說 所有的藤蔓都長得一樣 而且也不知道 你喝了 對 我因為實在太渴 這是救命水 等一下 這個水什麼味道 跟自來水還是 它像礦泉水還是什麼水 它比較像 有一點像甘蔗汁 和那種蘆筍汁的 甜甜的 對 有一點甘甜 然後比較淡的甘蔗汁 好喝嗎 所以其實是甘甜的 是好喝的 好喝 而且你知道 剛剛在那個潮濕 而且炎熱的雨林裡面 這對你來說 真的就是沙漠甘泉 你不用榨汁 他就這樣子喝了 他就呼嚕呼嚕流下來了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 真的非常深意 而且你喝這麼久水都沒有流完 對 所以他們講說 因為他在獵人要進去打獵的時候 常常都是幾天 那幾天在雨林裡面 是不可能靠近 我不可能帶頭不記得 他們其實也沒有所謂的礦泉水 他們一定是要拿河裡面的水 可是距離河又很遙遠 所以這時候 他們就會去找這種水藤蔓 那一定要印第安人 他們才會知道 哪一種藤蔓是水藤蔓 因為如果你吃錯的話 喝錯 也許有一些藤蔓是具有毒的 同樣的藤蔓有的毒有的沒毒 對 有的可以救命 有的可能會讓你致命 這就是亞馬遜神奇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跟你看到這麼多奇妙的植物 那再更奇妙的是 你知道亞馬遜大家都問我說 你一定遇到很多蚊子吧 對啊 不是有馬黃蚊子 對 什麼小黑蚊 什麼各種奇怪的蚊蟲 但是我這一次呢 很幸運的竟然沒有被蚊子咬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蚁窩救了我 什麼蚁窩救你 你看到這個蚁窩 大概我覺得裡面可能有成千上萬隻螞蟻 這螞蟻會咬人嗎 看起來非常可怕 很痛 被咬了非常痛 對 我被咬了 原因是因為這個印第安女生 她就直接抓了我的手 放在這個蚁窩上面 你看 你現在這樣看 她先示範給我看 接下來她就把我的手抓上去放上去 你知道原因是什麼 她說這個蚁窩呢 其實是可以防蚊蟲的 因為蚁窩裡面可能有分泌出一些特別的物質 你雖然會是嗎 對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完全 因為我們現在所用的防蚊液 其實有的是精油 有的或是化學成分 沒有一個是從天然 就是像這樣的蚁窩提煉出來的 所以當時她想說 好 因為我們很害怕被蚊蟲咬 所以她就說 這個就是他們的天然防蚊液 她說只要把這個蚁窩削下一小塊 然後加火焚燒 然後整個區域就會防蚊 那如果身上要抹的話 就是要像我剛剛那樣子 把手放在蚊窩上面 然後讓螞蟻爬了我的手之後 然後我再把螞蟻剝掉 然後接下來蚊蟲就不會靠近我 是喔 我當時 你還敢放上去 對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自願要放上去 但因為她抓了我的手 放上去之後 我們把螞蟻鋪掉之後 果然就沒有蚊蟲接近我 所以其實我這次在亞馬遜林 並沒有被任何一隻蚊子咬到 所以你說你之前 還沒有摸這個蚊窩的時候 有被蚊子咬 摸完真的就沒有蚊子靠近你了 真的沒有蚊蟲靠近我 然後我想說 這個蚊窩也太神奇了吧 接下來這個蚊窩 對我來講更是感覺好像天方夜譚 因為他說這個蚊窩是螞蟻 從那個地上煮起來你看到這個很特別 他說蚊蚯就會住在這個蚊窩裡面 最中心點 那當小孩子感冒的時候 印第安小孩感冒 沒有所謂的感冒藥 所以他們就會把這個蚊窩 剖開來之後抓出那隻蚊蚯 然後把那個蚊蚯泡水 然後給小孩子喝 他說小孩子的感冒就會好了 真的會好 因為我沒有 我不是小孩子 然後我也沒有感冒 所以我也還沒試過 但是因為從剛剛我們所看到 現在醫藥全部都是 這四分之一 都是來自於亞馬遜 雨林的植物 然後而且印第安人 他們也沒有所謂醫院 或是診所醫生 可是到現在他們卻活得非常健康 我想的確是有一些 來自於雨林的原始智慧 不知道南紀大陸一直是 人類非常好奇的地方 好像之前我們看到南紀大陸上面 人已經開始去挖了 我們也去了解 沃斯托克湖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還不夠 現在科學家想要了解 更深層的南極地底下 南極冰河下面 他竟然現在用無人機 要在海底下面來探索 南極的真正面貌 對 寶傑你看 現在科學家 寶傑你剛剛看了對不對 剛剛該冷的地方不冷 該熱的地方不熱 對不對 該熱的地方冷得要命 那該冷的地方呢 現在又暖得要命 所以這跟南極有關 對 跟南極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是南極 我們想說南極的冰棚垮了之後 整個天氣 整個地球 就開始一連串的大變化 而且更重要的是海水會上升 海水一上升 很多在海邊上的大城市 我們都是折水而居 對不對 紐約的曼哈頓 這個紐澳梁以及整個很多大城市 包括上海都會受到這個 因為海水上漲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就有一批科學家 準備研究海平面的上升與南極冰川 這主要是西部的冰川 所以有這麼一個計劃 180萬元的計劃 180萬美金的計劃 把7架無人機丟到水裡面去 南極西部 南極 主要是西面南極 看這個 你看這是南極 表面上看很好 你看它中間該結冰的地方 它溫度高 已經變成一個湖了 所以像這種狀況如何解決呢 好 他錢怎麼來 花了180萬美金 這是誰donate的 微軟公司的創辦人保羅艾倫 又是保羅艾倫 他donate了1比1前 這個計劃還沒有開始 今年1月底開始 要下潛到南極冰棚下面 收集資料研究氣候變遷 海平面上升與南極冰川的關係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地方有一塊冰龍的地方 它有一個7架無人的潛水器 就潛下去 潛到 所以冰棚下面是這個樣子 冰棚下面底下是有海水的 有海水啊 它就是要潛到這海水下去 看海水的變化 它還有浮標 保健 你看它有幾個浮標 這個浮標就根據你海水上升的下降 會影響你的浮力 你這個浮力就把這個資料 傳到這7個在下面游走的無人器 無人器又把信號打到天上的衛星 天上的衛星 根據它下面還有3條船 三條船 它有三條船 是其中一條船 它有三條船 它有三條船 有7個無人機 有4個浮標 剛剛看到的這個就是浮標 它把這幾個東西結合成為一個系統 然後浮標根據浮力的上下 把信號傳給無人機 無人機測了以後 海下面的溫度 海下面的壓力 以及海下面的成分 然後定位 然後告訴氣象 說這個地方很影響很大 所以這個地方牽涉到它的位置 從哪裡下走 寶劍 總之不說 西邊 松樹島的冰河 為什麼從松樹堡到冰河呢 為什麼 我們現在看個影片 因為科學家也研究出來 南西下面以松樹島附近 冰融得特別厲害 好 寶劍劍你看 松樹島就是在這裡 看到沒有 怎麼顏色都不一樣 看到沒有 這個溫度變化最高的地方 你可以看 我們從前面再看一下 好 你看 這個地方就是溫度變化極大的地方 所以從這個地方先下手 為什麼從松樹島開始下手呢 這個就是南極冰融從松樹島 為什麼 它先人造衛星造 這個從空拍機去拍 拍了以後 發現到一條裂痕 直接上去 它融化的速度比南極最快的地方 融化最快 你看看這個地方 整個 這個就是它溫度變那個地方 這個融了很長的一條 這是去年的三月 你可以看到六個月以後 它第一批科學家都瞎住了 你看這麼一條 這麼一條 有267平方公里的冰 整個不見了 因為裂了一條 整個就出來了 所以這塊東西 變成它們的一個重點 一個麥哈坦 兩個麥哈坦 三個麥哈坦 四個麥哈坦 有四個麥哈坦 這麼大 然後整個全部流來 你看切得多齊 所以科學家 這是冰熔的結果 對 所以說那個圖 就從這個地方下去 冰熔沒了 對 所以科學家 為什麼要從這個地方下去 那下去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看 我可以看到有趣的圖 這張是2012年 這一塊 是德國的南極科考站 這個地方是英國的科考站 我們在2012年8月10號1992年 兩個地方發現天中有意象 不明飛行物體已經在這個地方看了 已經告訴你這塊地方有問題了 就這塊地方 所以松树島就在這個地方 這一塊區域就是西面的南極 這個是東面的南極 這一塊影響最大 為什麼呢 以松树島 它的河冰川流速增加了75% 所以科學家才要從這邊下手 這個從一月底開始 要持續研究 一年研究整個它下面的特性 整個跨越50平方英里 大概129平方公里的面積 從這下面去看 然後同時研究 因為這個海平面的變化 海平面的變化跟溫度的關係 跟水下的關係 跟南極的關係 然後這個結果公布出來 提醒全世界注意 好 那報告 你接下來帶來一個影片就是 今天我們講到的無人機 無人機沒有想到 它現在空中加油的技術 越來越成熟了 好 現在放的影片 是美國的落馬公司X7B 它在航空母艦上 起飛到空中加油的狀況 你可以注意到 你看了沒有 它加油是伸根很長的管子 因為這個沒有人很難定它的 精度的方向 你看這口多大 然後它用這個管子 來對這個很大的一個網子 然後空中加油 加完油以後 它這個再收回去 這個再放下來 這個是無人飛機的空中加油 你說X7B不單是 我可以非常精準地降落起飛 在航空母艦上 我連空中加油都可以了 對 我空中加油就可以 空中加油成功了以後 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航程就遠了 而且無人 所以整個到的地方 不受航程的限制 因為它可以隨時 空中加油來設計 它停在空中已經夠久了 還可以空中加油 還可以空中加油 所以根本就說 一直24小時停在空中 注意到它這個加油的設備 跟等下回放部B2的 也是轟炸機 完全不同 你可以看 我會有三部影片 每一種的空中加油管子不一樣 對 這個是Omega 這個波音飛機改的 直接拉下來空中加油 因為這個危險性不是很大 因為它只要對到它的精度 就可以空中加油 而且是軟管 注意到這是軟管 等一下放一個B2 它不是軟管 B2比較危險 對 B2不危險 還有一個B2還有危險的 V22魚鷹 好 加完油了 看到沒有 管子收走了 OK 好 然後飛回來 再降落 對 這是一個 好 我們先來看看B2的加油 這是B2 對 這是B2 你看 B2的空中加油 等一下它這個上面 有個蓋子會打開 然後加油的管子 比較接近傳統的空中加油 你可以看 等一下 仔細看 它等一下這個電話打開來 然後X17B是在它的 G儀的右邊 它一個管子 很長的管子伸出來 這個不是 它一個孔要打開 這個有一個固定的 Solid 一個很硬的管子 直接插到這個裡面去 它進到那個管子 對得很準 因為它這個是有人的 所以它可以對 X17B是無人的 沒有辦法 所以它必須要用一個軟管來配 你看 等一下你仔細看 仔細看 在這邊調整 它有個蓋子會打開 打開來 整個180度掀開來 你看 蓋子會開 看到沒有 翻開來 翻開來 有個管子 然後等一下 它就掐一個油管 直接對上去 就好像我們加油一樣 這是很傳統的 看到沒有 像一個加油孔 這是Solid 這是固定的管子 它對過去 然後這個來對它 因為GPS方面 直接用軍碼 直接可以對上 對上以後 它直接加油了 這個是B2的 這不能快不能慢 這快就慢 就撞上去了 對 你可以看 它這還有兩個小翅膀 為什麼 因為它這可能還有一點浮力 增加在空中的穩定性 才能對著它後面那個點 你看它慢慢對那個點 慢慢對 你看它過來了 B2過來了 看到沒有 它就在那邊等它 這個是在那邊等它 然後B2慢慢過來 很慢 是它固定在那邊 對 固定在空中 然後看B2往前走 還在往前走 B2速度比較快一點點 對 因為它加油機 可以控制住 慢慢進來 看到沒有 慢慢進來 它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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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了 它不是堆了那麼多 它慢慢慢慢貼進去 然後到了裡面 開始加油 這也很難 對 這是很難 但是比剛剛X7B 要稍微容易一點 是 好 加完油以後 它這個再直接升起來 或者是B2慢慢下降 然後慢慢再飛走 對 你看 加完以後 加完油慢慢離開了 對 你可以看 它慢慢管這要伸出來 慢慢伸出來 抗一下下降了嗎 它們等一下讓我下降 因為它在空中裡面 它的浮力的控制 非常的跟氣流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只要這個氣流稍微不穩 馬上就要離開 不然很危險 一打 這個一絲火就很危險 它們進照 你看它等一下慢慢的伸出來 看到沒有 出來了 出來 牽出來 然後再往上拉 然後它翻過去 你看 翻過去 是 翻過去 再出來 好 最後一個再放X-17B 一個有人 一個無人 就插在 一個是軟管 一個是硬管 表示說 現在美國的無人飛機的加油 已經能夠做到X-17B的加油 所以表示說 美國的無人飛機 無人的轟炸機 已經可以在加油的情況下 飛到世界各地 好 那實際上 我們知道在俄羅斯 也就是從沙皇時代 他們有很多的工藝 是金碧輝煌 導播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孔雀 但沒想到 這個西式珍寶的孔雀 竟然是一個時鐘 對 寶傑你知道 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東宮博物館 它要收藏了幾十萬件的那種文物 你知道裡面它被列為西式國寶的 就是現在我們看的這個叫孔雀鐘 是寶中之寶 對 這個孔雀鐘你知道 它大概有三公尺多高 高度的三公尺 它主要是它這個孔雀 站在一棵組的樹幹上面 那個樹旁邊 你看它金碧輝煌 它其實是鍍金的 味金屬下去鍍金 鍍金這個孔雀以外 它裡面還有公雞 有蜻蜓 有貓頭鷹 有松鼠在這個樹幹上 而且樹幹上長滿了金色的花 有牡丹造型的 有蘑菇造型的各種 那主要為什麼 你這樣就是一個金雕細琢而已 其實它是一個棕 它本身是會動 包括所有動物都會動 你知道這個棕 是在到現在大概250幾年 它可以用嗎 可以用 到現在還可以用 對 它基本上現在 每天晚上大概七點 它會用人工去 它以前是用發條的方式 晚上七點它會過五分鐘 讓你去了解它實際還是可以用 但它不要每天從早到晚 因為容易壞掉 所以它目前在保留的那個 棕裡面 它是保存的幾乎是最好的 它是大概175 1762 1762完工 你知道這個棕 是請英國的一個珠寶設計師 它裡面其實有鑲嵌很多珠寶 一個珠寶設計師叫James Cole 他去做了多少 做了九年的時間 帶一個團隊打造九年 才打造這個棕出來 這個棕林如果看影片它很神奇 你知道它這個孔雀 如果說到一個整點的時候 它孔雀會慢慢慢慢開始 整個身體動起來 它那個孔雀後面這個尾巴 它會這樣慢慢慢慢上揚 對 孔雀開屏 你看它開屏非常漂亮 它孔雀的尾巴那邊是 後面是銀色的 前面是金色 等於說白天晚上它分別 對 你看 還有它剛才講那個蜻蜓 它蜻蜓那個尾巴好像在動 它其實是一個指針的一個作用 所以它蜻蜓站的地方 是一個圓盤 它圓盤上面有刻度 它一秒一秒動一下 一秒一秒動一下 然後蜻蜓底下那邊 還有幾朵蘑菇 蘑菇它有小時的刻度 分鐘的刻度 所以它這個蜻蜓它只時鐘 所以每個擺設都有學問 對 有學問 不是隨便擺上去 對 那公雞也是一樣 公雞早上六點的時候 它會咕嚕咕嚕 結果一直叫 又叫 公雞師城 它就開始叫 那個孔雀一下 它整點的時候 對 你可以看 看它做得多精緻 那個脖子 它脖子扭動得非常漂亮 它不是說只有上下而已 它會左右轉 那這個公雞你看看 那另外這個貓頭鷹 貓頭鷹也是一樣 它貓頭鷹那個爪子這邊 它底下有那個像蘑菇一樣造型 那個像我們打鐘 它會用那個爪子去 像我們看那個敲螺鏡 對 去敲 所以它每一個動物 它都做得非常精緻 而且每一個動物它都可以動 該動的時候 該誰表演的時候 誰都出來表演 所以這一座 其實它以前在沙皇時代 有一個叫葉卡捷琳娜二世 就女皇的手上的證明 對 留到現在大概250幾年 那這個以前跟中國 其實有一點關係 這個樹幹旁邊 你看現在是松鼠 還有那個剛才講的蜻蜓 貓頭鷹 貓頭鷹跟松鼠 它是西方的一個象徵 其實這個樹幹以前旁邊有兩條蛇 本來沒有貓頭鷹 也沒有松鼠 本來是要賣給中國 這一座鐘本來應該是在中國 在乾隆時代 本來賣給乾隆的 對 乾隆嫌太貴 乾隆除此嫌這個太貴 不曉得開價太貴 乾隆還會嫌得太貴東西 乾隆的國力當時那麼強 它還嫌太貴買不起 買不起 所以後來它做好以後 把樹幹旁邊兩條蛇拿掉 拿掉 賣給俄羅斯 俄羅斯看很喜歡 只要它好 那象徵西洋的東西 蛇比較像中國的東西 結果就把象徵東西 貓頭鷹跟松鼠 對 松鼠擺上去 所以這個目前為止 保存在俄羅斯的東宮博物館 是全世界最好 也就是金式的一個西式珍寶 而且我看到它開始在動的時候 是指頭開始動 它的翅膀開始動 它的頭開始轉 它好像活的一樣 對 所以你看一般動物 你如果說上下或者說轉動 360度這樣轉動 不是比較生硬的 你看剛才我很討厭它 孔線那個脖子這邊 轉脖子 它可以轉到那麼柔軟 那麼柔軟像蛇一樣在轉動 所以它這個英國的這種設計師 他說單是組裝用了八年 設計用一點時間 組裝慢慢打造出來 組裝用了八年 所以這個東西 當時是在印到俄羅斯的東宮這邊 直接去組裝 然後去擺在這邊 所以保存得非常好 好 那謝品 今天我們帶來 你朋友所造的一個照片 這個是雲瀑布 而這個雲瀑布 你要跟另外一張來對比 就是原來台灣這兩天的傾向是這樣子 如果你找到好的地方的話 你真的可以看到那個瀑布 雲像瀑布一樣傾瀑而下 昨天中午不但看到雲瀑布 而且號稱台灣可能是 有史以來最大的雲瀑布 為什麼要去穿這樣 注意喔 這是資深媒體的人蘇嘉祥 我的好朋友 這個地方是在什麼地方 是在林口國立體育學院的操場 林口 對 你看這個雲瀑布多可怕 好 你看 它翻過東眼山而來 翻過東眼山 翻過東眼山 翻山過來的 而且我告訴你 那個蘇嘉祥說 這個瀑布是真的往下降 像瀑布一樣 真的傾瀑而下 真的傾瀑而下 翻過山而來 好 那是不是只有林口 國立體育學院看到這個情形呢 不是的 注意 他一路跟著雲瀑 這是新莊 太好奇的跟著他 跟著他 你看這是新莊 新莊也看到 一路走下去 你知道看到多少嗎 看到50公里 都是雲瀑布 整個台灣很少有50公里這麼大的 好 而且你看 長達50公里的雲瀑 而且氣溫是26度 氣溫是蠻高的 結果才知道 原來整個台灣都看到雲瀑 要看從這一張照片 你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你站在這個地方看到 真的是雲瀑布傾瀑而下 對 這是證明你的臉書 原來台灣在昨天中午 整個台灣你都有可能看到 它的東半部在雲瀑布裡面 對 整個瀑布 然後瀑布在這邊 它遇到 像為什麼在林口新莊 剛好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山比較小一點 那瀑布傾斜 越山而來 跨山而來 跨山而來 而且它整個往下流 因為冷空氣重 就會往下沉 冷空氣一往下沉 蛤解 你就看到 旱見的台灣有史 最大的雲瀑布 這麼美麗 蛤解的下來了 昨天台灣有這麼特別的 自然景觀 而且 一般你看雲瀑布 雲不會這麼密實 不會這麼濃厚 看到都是熙熙淡淡 結果 昨天中午看到這個雲瀑布 太濃密了 太濃密了 然後太白了 然後真的就像瀑布 從山頂上 蛤這樣往下的 這個景象 真是非常非常難得 我們看到現在的自然的景象 自然的氣候 越來越超乎我們過去的理解了 對 這幾天 在美國 加拿大 美加地區 出現了末日風暴 末日風暴 對 末日風暴 好像是冰雪奇緣中 那個公主 啪一下把世界給激動 來 大家看 這個是氣泡 一般氣泡是不會結冰的 這個氣泡居然結成冰 說是攝影 氣泡 雪華看得這麼清楚 對 整個 這是一個氣泡 對 雪華 而且你等他看 他這個泡泡結冰 對 好 那他就想說 那個氣泡水的氣泡會不會結冰呢 好 他就開始灑了 你看 現在是氣泡水 灑了一堆在上面 結果居然連泡泡 泡泡本來生命很短的 砰 一下就會破掉 在你還不能來不及砰的時候 他就結冰了 你看 這是氣泡水 這完全是真正的氣泡水 他把氣泡水的水 全部結冰 全部結冰了 變成硬的了 他戳它 一定要變成硬的才會 好 氣泡水 這個是 這個 是麵 麵已經拿起來 掉不回去了 麵掉不回去 為什麼 他整個 注意喔 這不是筷子喔 這沒有東西支撐的 麵凍成了 麵柱 你很難看到麵柱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給你講 麵加拿大瀑布 你去看 整個瀑布居然是結冰的 全部凍結起來了 凍結起來了 這個景象 你是非常非常難看到的 好 那除了 你看麵加拿大瀑布 弄成這樣子對不對 我跟你講 大家要去伊利洛湖看 伊利洛湖怎麼了 伊利洛湖 你看 這整個湖 你簡直看不到 這個湖 整個湖 全部結冰 整個湖邊跟岸邊 已經湖水跟岸邊已經天一色 全部只剩下白色的 好 除了伊利洛湖 五大湖 密西跟湖 出現 你看 以前出現過 這次又出現了 冰球 這麼多的冰球 圓圓滾滾 大小不一的冰球 全部都出現了